大家好,我是阿聚 上一期当中,剑三为了挽回爱情 连续三次穿越回高中时期 可他依旧没有改变什么 因为他一如既往的怂 一直不敢对青梅竹马的小李表白 堂堂一个男子汉 也真是 总不能让人家女孩子来跟他表白吧 为了挽救这迟迟不敢表白的爱 剑三喊出咒语 又第四次穿越了 前三次穿越都顺风顺水 这一次却出了意外 刚穿越过来就遇上女同学求爱 手一抖 把自己的钮扣给了对方 这让他内心直接崩溃 剑三其实是想送给小李的 原来日本校园有个奇怪的风俗 在毕业当天 男生把校服第二颗钮扣送给女生 就代表是爱的意思 因为第二颗钮扣距离心脏最近 代表了人的内心 不知情的小李来试探剑三 小李喜欢剑三 剑三却拿不出钮扣给他 只能先蒙混过去了 随后他赶紧去找那个女同学 想拿回自己的钮扣 没想到女同学是个女海王 收集了一大堆的钮扣 剑三完全找不出自己是哪一颗 好友阿雄告诉他 二手的东西送给喜欢的女生 那是非常不礼貌的 很快 剑三钮扣送出去的事情 也被小李知道了 小李很生气 走路也不搭理剑三 剑三放学时 一路都在想办法弥补 他明白道歉是没有用的 所以打算搞清楚 小李现在最需要什么 小李闲聊时透露 他今天不想就这样平淡的毕业 还有很多事情 在高中期间没有完成 要在毕业时留下青春回忆 大多数人回忆毕业那天 可能就是拍了毕业照 和留下毕业证书 于是他们进了校长室 度过了一下午的快乐时光 五个人准备离开学校时 剑三看到小李还不开心 明白了他刚刚的笑容 只是一时的 剑三想制造永恒的画面 让小李铭记于心 于是他让小李先回去 晚上再到操场来 小李和闺蜜惠李来到棒球场之后 剑三和好友喊来了 所有的棒球队队员 小李高中三年 都是棒球队的领队 他们为小李和惠李 准备了毕业仪式 给他们两人献花 还颁发了奖状 剑三说出 小李为棒球队做出的贡献 小李感动落泪 他看到奖状后更激动了 上面都是棒球队队员 对他的夸奖 小李原谅了剑三 虽然没有钮扣没有表白 但他能感受到剑三的心意 小李意外发现 剑三送他的礼物 是棒球队队伏的钮扣 这或许对他更珍贵 以后回忆时也会变得难忘 教导主任帮他们五人单独拍毕业照 剑三刚准备表白小李 就在拍照的一瞬间 他穿越回到了婚礼上 很遗憾 没有改变历史 但妖精表扬他有进步 懂得站在小李的角度思考问题 换位思考是交往中的关键 刻骨铭心的甜蜜回忆 也是必不可少的 妖精答应 帮剑三进行第五次穿越 这次他成功吻到了小李 只因剑三做了一件 让小李感动的事 剑三穿越回到了2002年 正是寒日世界杯期间 小李已经大一要去上课 他拜托剑三照顾好爷爷 等他放学就把爷爷送回老家 小李和好闺蜜惠李下课的时候 居然在校园里看到爷爷搭讪女同学 两人都惊呆了 小李努力劝说爷爷回老家 没想到爷爷胡搅蛮缠就是不肯 还拉着小李去拍大头贴 一副老顽童的模样 拍完照片之后 小李要去上课 就把爷爷带到多田的办公室 拜托多田照看一下爷爷 多田就是六年后小李的结婚伴侣 现在小李和多田还只是师生关系 爷爷一脸看不惯多田的书生气 两人就开始探讨学术问题 剑三看到这个场面 内心开心不已 有了爷爷的助攻 他追求小李就有更多机会了 剑三先下课去看爷爷 却看到爷爷和多田谈笑风生的画面 爷爷还告诉剑三 他很喜欢多田准备把小李嫁给多田 剑三一听直接无语了 认为爷爷真是善变 而多田则内心窃喜 其实多田也很喜欢小李 剑三把爷爷带回自己家 没想到爷爷收拾好东西就准备回老家了 临走之前 爷爷还告诉剑三 喜欢小李就要主动一些 爷爷其实看得很清楚 他对多田说的话只是试探剑三 让他明白不要失去之后再后悔 小李放学之后来找剑三 他们五人约好晚上一起看比赛 小李和剑三提前去超市买食材准备晚餐 剑三和小李购物的时候 发生了分歧 就像小两口一样拌嘴 剑三只能妥协听从小李的意见 买完东西出了超市 剑三吃毒时被小李埋怨 回家之后小李看到 剑三一直珍藏他送的手办 脸上笑开了花 原来被喜欢的人在乎 真是吃了蜜一样甜 这时小李发现爷爷的照片 忘记带回去了 剑三突然想到 爷爷今年年底就去世了 这次见面是爷爷和小李最后一次相处 于是他拉着小李去找爷爷 让他们多一些相处时间 希望在爷爷上车之前赶得上 小李和喜欢的人一起奔跑 再苦也不觉得苦 反而觉得特别值得 这一集小李对爷爷的细腻感情铺垫 让观众更加有代入感 小李追上了爷爷 把照片给了他 爷爷看到陪同的剑三 还说把小李交给剑三照顾了 剑三为了小李全力以赴的奔跑 整个过程小李都是感同身受的 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经历 这段戏看起来不重要 但爷爷去世后 小李就会明白今天剑三的用意 是为后续剧情做铺垫 编剧想要传达的主旨 也是全剧的核心 那就是珍惜当下 珍惜眼前人最要紧 不管是恋人还是亲人 剑三和小李回家一路闲聊 问起了小李初吻的事情 小李变得很生气 原来他小学的时候被剑三意外亲了一下 小李很在乎 而剑三却完全忘记了 这也说明女生在意的事情很小 但往往意义重大 就和纪念日一样 是绝对不能忘记的 剑三突然拉住小李 小李笑着打了剑三两巴掌 然后害羞的跑回家 他们两人都知道了对方的心意 晚上聚餐的时候拍合照 剑三又穿越回到了结婚现场 妖精告诉剑三 这次没有改变 是因为剑三后面变得吊儿郎当 小李以为剑三初吻时开玩笑 没有正面表白的暧昧 是小李最讨厌的 他反而变得更生气了 妖精答应 让剑三第六次穿越回去 剑三第六次穿越 就被人泼了一连水 原来是好友阿雄和女友吵架 他替阿雄背了过 可没过多久 阿雄和女友又和好了 剑三真是倒了大霉 还因此得了感冒 老师多田找到小李 希望他能参加建筑比赛 多田就是小李毕业后的老公 这次比赛 也是他们之间建立感情的契机 剑三知道 小李因为比赛考上了研究生 他虽然很想破坏多田的计划 但为了小李的前途 还是鼓励小李去参加 这天剑三特地去求了一个及时签 帮小李祈福 原来今天是小李二十岁生日 他问剑三要生日礼物 其实小李还有一层含义 如果二十岁之前剑三不对他表白 那么小李就会放弃了 剑三一摸钱包 立刻郁闷了 真是身无分文 于是他找到阿雄和他一起去打工 没想到剑三的感冒加重 立刻病倒了 老板看剑三这样不敢留他 送给他一个大玩偶当作补偿 小李在学习的时候 一直想着剑三 他突然感悟到 在生日之前应该主动一些 让自己不留遗憾 于是小李拿出准备了很多年的表白信 去药店买了感冒药找剑三 小李到了剑三家 却发现家中空无一人 他听到阿雄让剑三参加联谊的电话留言 小李留下感冒药就走了 其实剑三是到了邮局 因为历史上小李就是晚上到邮局交参赛作品 剑三想等小李完成学业再给他庆生 双方就这样遗憾错过了 小李把十多年对剑三的喜欢写在了信里 然后把纸折成纸飞机飞出去 代表他放下了这段暧昧的感情 正如梁静如的勇气 只要你的一个眼神肯定 我的爱就有意义 小李始终没有等到回应 理智的选择了放弃 当剑三回到家中时 他看到桌上的感冒药 还有小李写的便签 立刻跑去学校找小李 剑三的人设是最懦弱 却又最不肯死心的人 明明只需要跨出一步 打个电话解释也不会 必然还是错过 小李为什么后来选择多田当结婚伴侣 因为在他内心最脆弱的时候 多田都会陪在他身边 多田在等待小李回到学校 帮他完成设计比赛 这个比赛让小李日后顺利保送研究生 也加深了小李对多田的感激 多田帮小李庆祝20岁生日 两人一起合影 就在合照的一瞬间 虽然剑三赶到了 可他也被穿越回到婚礼现场 妖精告诉剑三 恋爱要以自我为中心 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 你以为他想要的并不一定正确 妖精答应再给剑三一次机会 让他第七次穿越回到过去 这部十一万人打出八点八分的日剧 播出的时候口碑两极分化 喜欢的人奉为神作 也有网友被男主剑三 默默唧唧的性格劝退 女主长泽雅美是夏天的代名词 青春无敌的笑颜搭配日式御医 这是关于青春的所有回忆 剑三第七次穿越 依旧没有敢正面表白小李 他始终欲言又止 使两人的关系终无突破性变化 这部剧除了男女主之外 女配惠里和男配小赫这对CP 也是很多观众喜欢的 这天惠里接到前男友的短信 约他去酒店 他对前男友念念不忘 每次都不拒绝 作为舔狗的小赫听到这个消息 只能暗自伤神 剑三看到小赫伤心喝酒的样子 劝他去追回惠里 然后就出现了这部剧 经典的名场面 惠里拒绝了前男友 他被小赫的舔狗精神感动了 和小赫一起回去 晚上他们聚在一起玩游戏 多田直接对小李表白了 他不顾场合的表白 让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多田勇于表达内心这种做法 是剑三远远比不上的 剑三只敢在两人的场合 对小李表白 自然而然就会失败了 在拍合照的时候 剑三又穿越回到了婚礼上 这次他意外发现 小赫和惠里真的在一起了 他这次穿越其实改变了历史 并不是一无所获 好友阿雄也知道了剑三穿越的秘密 剑三只剩最后一次穿越机会 妖精答应了剑三 安排了第八次穿越 剑三第八次穿越回到过去 却遭受了无穷的暴击 他遇上了什么事呢 让我们在下一期揭晓吧 喜欢的点赞转发加分享哦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